你覺得車子跟馬子哪一個重要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我有問過一些朋友的一些意見 他說 車子跟馬子哪個重要 有的車子還怕沒有馬子嗎 是不是 但是不一定啊 有些人不這麼想啊 是不是 專心聊天 是不是 不要再弄 你就不用理我嘛 你聊你了 是不是 但是在我認為當然 這是一個是物質 一個是情感上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 我想我會選車子 林議長 我覺得 車子是興趣嘛 就是 馬子是區域 不管有沒有馬子都會玩車 那就車子還是很重要的 對 那我請問你 如果說今天你們載了一個女的 她把你車上弄髒了 你會不會很神奇 會 會不會立刻叫她下車 這個可能不太能接受 基本上在車上吃東西我都不准 對 吃東西抽煙 那如果她在你的車上這樣 東摸西摸研究這個 你會不會覺得 那沒關係啊 是嗎 欣賞我的東西啊 不是破壞 就沒問題 對 最怕那種很皮的小一點上來啊 然後她開始 東摸西摸的 把你開關弄壞啊 什麼提啊 那如果這馬子 一直建議你 我覺得你這邊要加個那個 置物杯 我覺得你這邊要放個 垃圾桶 或是放一個什麼那個 計程車的那種單手的那種 它開起來可能會這樣 旋轉吧 你會不會覺得這些馬子很弱 如果一直建議你的話 會吧 會 因為我 我車上都滿乾淨 就不放任何東西 有一個最可怕的 當你現在交一個女朋友 你也滿愛她的 她要在你車上放娃娃 你怎麼辦 很多人喜歡把車子 弄得跟什麼一樣 對 那你會不會 我會幫他 我會買一輛車給他 放 然後這輛車是為了他做 他要做什麼都好 那個是另外一個方案 幹什麼 那你呢 可接受啦 放一個就好了 兩位是 怎麼樣認識 怎麼認識 因為 其實我跟小智 因為剛好就是朋友介紹 因為我們都玩車 都喜歡玩車 然後剛好就認識了 許少洋 那他也改車 對 他也喜歡玩車 因為這樣子 在一家改裝店認識 所以在謠傳說 演藝圈有一部分人 愛開快車就是 是不是 就是你們這一票 其實玩車並不 並不一定要開快車 對啊 就是玩車是一種興趣 就是你會去研究 不懂的車 喜歡他的那個機器 你們應該不會 在馬路上亂開吧 不會 還是要 你不會在賽車上 最恨重人 對 沒錯 而且很容易危害到別人 因為什麼狀況 衝出來你都不知道 對 對 除非到一個那種 比較封閉的一個地方 去試你自己 改裝完之後有什麼樣的差異 曾經開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每一個都要講 我的可能跟小智差很遠 對 你開最快的開速度 我最快 兩百 兩百 我差 一百八兩百 沒有 塞車的時候 高速的時候 兩百 什麼感覺 可是那時候只是開一段 然後就趕快就慢回來 接下來我們就會問大魔頭了 請問你開到最快是多少 我最快 比賽的時候也可以講 就是最近 我最近又破了一個 破自己的最高速的紀錄 到三百六十六 大魔頭 請問那個時候 是什麼感覺 你基本上看到就到了 對 看到就到 看到就到 所以你必須 要保持很平靜的心 去面對你眼前看的東西 而且是戴耳塞 聲音很大聲 你只聽到自己呼吸的聲音 還有看著眼前 很快 這像林大哥講 只能在賽車道上面開 當然 我們在高速公路開到兩百 要看很遠 就像林哥講 你看到就到了 你看那隻野狗 過高速公路 才殺車來不及 真的來不及 那就不要踩 可是會有一種 你知道嗎 然後馬上要去洗車拜拜 那兩位有出過車禍嗎 目前出過車禍 就是算車禍撞到別的車 就很 我覺得很瞎 因為 我們開車有時候一起去玩 有時候會稍微開快一點 那段 比如說跑山路什麼 會比較危險 可是我從來沒有擦山過 最奇怪就是有一次我們跑上山 就是跑很快 然後 已經停在一個地方休息 然後 剛好 剛突然間看到一輛 Mini Cooper 很快的開過去 裡面是女生 他要挑釁我們 要去跟他一起飆 後來我就馬上上車 後退 碰 找到我的朋友的車 太急了 猴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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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追他 要去追那輛車 後來就是 很奇怪 也沒追就對了 對 還沒開始追 就撞到自己人的車 我覺得那是最瞎的 那林哥 林哥不可能 林哥太厲害了 有一次我就碰到 因為 開一個那種 比較 譬如說敞篷車 開出去 那一定很多人看嘛 那我記得一開始 一個Mini Mini Cooper那種 敞篷車 完全沒有棚 兩人坐的 然後很可愛 就這樣開著 然後就 你的車很可愛喔 進那種摩托車 很可愛 棒 摔在你車上 撞在直接 撞在葉子板上面 我就這樣 反擊也凹了 氣 怎麼辦 你這隻很可愛 怎麼辦 兩根 這樣在那裡 尷尬 尷尬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尷尬 尷尬 所以後來就 算了 算了 進入賽車手 這個行列的時候 要怎麼樣準備 跟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才能成為賽車手 那我覺得車手最重要的是 自己的一個 平衡感很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 你車子的重心 在什麼樣的位置 甚至它的車的轉速 因為當你進彎的時候 或是加速 車子的重心 是隨時在改變的 所以你要自己本身的平衡感 非常重要 這個女色方面 是不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因為你們賽車 這要看個人體力了 那為什麼每次賽車 一定要有那麼多美女 圍在身邊 為什麼 當然名車一定要配美女 就是必備的 好像出來都是這樣 所以說每次出去都會 站很多這個Team Girl 站在旁邊 穿得很辣 這會不會跟荷爾蒙有關 就是要刺激我們 對啊 上車就 可是問題是 我們永遠只能被綁在車上 對不對 當我們在準備的時候 它永遠是 你看不太到 看得到 但是永遠是別人 跟我合拍一下 我們只能被綁在車上 我跟你講 你看如果都是男生 不是更怪 沒有 我覺得 下次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 人家都是 要起跑前不是都是 女的 下次準備男的 他就 搞不好又不一樣 應該會在起跑同時被撞 來 我們來看一段 實際 林志穎賽車VCR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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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很厲害 真的 沒有人跳得過你 沒有人跳得過 那時候跑 記得一年跑六戰 六戰都冠軍 是 到後面是獨跑 一個人這樣 孤獨 太厲害了 那個也是車隊的車 還是就是你自己的車 那個是自己的車子 那個是在台灣跑 然後自己的車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ESO 然後贊助 然後我就正式成立了一個 正式成軍 然後後來你就跑到大陸去 跑F3 就是在珠海 剛剛那個冠軍盃是哪一個 旁邊很多馬子那個 就最後一幕 冠軍盃那個 應該是這一個 01年的時候的 是 恭喜 我感受一下 謝謝 我的馬子 謝謝 春文 你也有一個偏 來自偷 沒有 冠軍 春文你就很不像 你就好像摔腳 無言 你還以為 你 dus 第二